一件木器傢俬有相接的工藝 你一看就知道 但用了什麼護木油漆 你有看得到嗎? 如果你有想去做保養的話 但是護木油漆種類又那麼多 那你應該怎樣去選擇呢? Hello 我是阿米 初來大丈夫報道 我巡禮都要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是從事木器表面處理 行蘭師傅都會稱呼這件事為細有 究竟表面處理師是做什麼的呢? 簡單來說 即是由一個木工師傅製作完一件木器之後 再交給我負責去做finishing 即是為一件木器成品去完成保護和適免 交貨給客人之前最後一個工序 相信大部分家裡至少都會有一件木器 或者你會喜歡上一些木工的workshop 製作了一些木器的成品 那你又知不知道怎樣去保養呢? 整完回來 那你又不知為何會突然刮花了 而且又會被一些飲料和飲料 弄髒了 又或者你會把這件傢伙長期放在戶外 無障的風吹雨打 然後變得霉曬和殘曬 如果大家都有經歷過我以上所說的情況 而你又想去耐用一些 不想丟掉去買新的一件 你又想嘗試去修復它 那你應該怎樣算好呢? 那今集就以我平時開工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一下木材保養的知識 開始講護木油漆之前 首先大家要了解木是甚麼物料 木其實是一種非常多洞的物料 它看起來好像很平滑 但是其實很仔細地看起來 它是有無數大大小小的洞 那麼多毛孔的木材 就決定了它是很容易吸收和釋放水分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表面柱的工作 來減低它的收縮、膨脹和裂開的情況出現 那你有時摸一下木 手上的油脂、食物、水 甚至是空氣中的原泡物 都有機會積聚在木氣的表面而形成污垢 例如如果你把木餐桌髒了 無論你怎樣起細地抹去 都是污垢的了 因為那些污垢其實已經滲入了在木的洞裡面 到時你要真的做深層清潔 這樣就會很頭痕 誰知一件木氣有沒有做到表面處理呢 我現在可以用水示範一下 我現在倒下去 你會看到水是可以推得開的 還有一粒粒像水珠一樣 這樣為之它是有做到一個比較足夠的表面處理 如果沒有做到足夠的表面處理功夫 我倒下去 水珠仍然是飽的 賣完之後你摸下去是散的 有些毛刺出現 而且水器已經滲進去 那麼歸納了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為何我們要去為一件木器 進行一個表面的處理工作 正所謂 預防就勝於治療 我們都是希望把木材多孔的表面 盡量密封 防止它被污染 以及方便日後用家去清潔 剛才了解完原因之後 怎樣去解決呢 就是要用護木油漆 護木油漆主要分為七大類 是要用護木油漆 是…是… 先發出來了 如果我認為適合大家的家庭 在DIY的地方 我覺得油漆會比較適合大家 因為它安全和容易使用 護木油漆會細分為三樣 這個要豎起耳朵聽清楚 因為以下來的介紹 是會幫你選擇適合你用的護木油 首先有單一成份的植物油 它比其他植物油特別之處 它是遇到空氣會硬化的 所以是比較適合在木器上 做一個表面處理的工作 它的成份是天然的 所以可以用在砧板或木碗或餐具 另外就是有植物油為主要配方的產品 像這個Dennis Oil 它混合了油和清漆的木材塗料 優點是滲透性極佳 加上簡單易用 如果你的木器磨蝕了或用久了 再上幾層的Dennis Oil 外觀也不會有很大差別 所以用Dennis Oil 就真的簡單易用和易於修補 最後就是添加了蠟質的木蠟油 好 這種油我會建議用在木的餐桌 或者是戶外用的 因為如果你想快、靚、正 但你想達到防水力高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用這一隻 那有蠟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乾了就會硬化 所以防水力會更高 但我想補充一點就是 Dennis Oil沒有蠟 那它就不防水了 其實就不是的 如果你不厭其煩 給多點耐心去上幾層油 最後打回一層蠟 那就完美了 今集我會以WACO的Dennis Oil來做示範 我希望由最容易上手的開始 如果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其他種類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了解完護木油漆的種類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介紹以下這些工具給大家知道了 上有的東西有油掃 有羊毛掃、豬毛掃、海綿掃 還有這個比較重要的一件就是布 布有這些高銀性的紙巾、吸油性膏 還有你都可以用一些舊衣服去做這塊布 容器方面一定是要用膠杯 千萬千萬不要用紙杯或者紙碗 因為你把紙倒進去的話 它的油會滲出來 保護的東西有手套和膠墊 而將你上油的時候 你將你的物件放在一件較高的東西上 有這些三角形的墊 還有這些膠紙座可以墊高它 今天我就會分別用油掃和布 去示範上WACO的Dennis Oil 而上油之前首先就要設定好位置 到油油下將它很嫩或者髒了就會很厲害 市面上會有些硬一點的豬毛掃 如果硬的話我會比較建議用油性的木納油 因為它會比較容易拖 如果你用軟身的去拖硬性或者油性的木納油 它會比較難拖 而且一顆毛就很難拿出來 坊間也會有這些類型的海綿掃 但如果用在WACO的Dennis Oil上 我就不會比較建議用 因為它有機會會脫掉海綿 開始倒油之前 你要看看你本身想上的物件有多大 如果是這個尺寸的 我就會上大概一半的杯子 倒油也有些少技巧 就是千萬不要這樣倒油 因為這樣倒油就很容易寫 因為它都比較悶 我現在開啟了 最好是用這個比較闊的部分去倒油 倒這麼多就夠了 如果你這些千萬不要不抹 因為之後開啟罐就比較難 因為它已經黏在罐口的位置 這個情況出現 就黏了東西 真的上油之前 我就會戴手套 做一個保護 當你上一件木器的時候 一定要由一個底部塗到上面 原因就是 現在可以示範一下 譬如你塗到面後 我塗完了 然後 我想塗底部 放進去 然後塗完底部 看上去面 它就會墊著面的紅 終於可以用手了 在一件木器上 我應該塗什麼部分 我先塗一點點油 千萬不要沾到鐵位 我會塗一些比較困難的地方 例如好像這些隙間位 還有一件東西 就是豬毛掃、羊毛掃 它的缺點就是凹毛 但現在因為上了Danish Oil 最後我們都會用這些布 或者舊衣服去抹 所以都沒有什麼所謂 抹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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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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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因為剛才我提及過 它的滲透性是極佳 所以都需要時間滲透到木的洞裡 你見到現在用這個 比較流質的Danish Oil相 用這把掃 是不會彈到四處都是的 但如果你用合成掃 有機會你一拔 就會拔走所有油 現在已經上了底部 這個大部分 其二就是要上腳底 先上腳底 腳底的部分 都屬於N-Gray的位置 它就像一個飲管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它的飲管 頭端和尾端都很容易吸水 其實上多幾層都不怕 然後會先上內面 內面就是這裡 因為外面 你回去面的時候 你都可以上去外面 但內面的東西 你回去面的時候 就會比較難上了 而我選擇用掃去上 這款油的原因 我會覺得布 它會吸收得多油 就不會太省油 所以我會用掃去上 基本的表層 而且這個面 可以不用上著 不用緊張 因為反去面的時候 你都可以上這些位置 只要你現在在視角上 你見得到的位置 就一定萬無一實 掃路 如果你是在這裡壓下去掃 它的流環流的情況 就會很容易出現 這個情況我就會 快點掃走它 而正確一點 或者安全一點 穩陣一點的狀態 我會選擇在這個中端 或者三分二掃去這一邊 然後這一邊 就另一邊掃去另一邊的端端 這樣掃 或者因為這把掃比較闊 你可以找一把 跟它闊得差不多的掃去直掃 都可以 有一件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要塗在底部 塗上去表面呢 因為底部不會經常碰 所以表面經常碰 如果底部只塗一層 我回到表面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塗兩層 我不用回來回去 很麻煩 你會看到這個邊 我是未塗的 在底部的時候 我都會塗多一層 我都會先塗一層 雖然在表面都可以塗 就像剛才所說 因為它是N-gray位 是容易吸水的 在表面塗多幾層都沒有問題 如果塗在N-gray位 最好就是慢慢地掃 都好像剛才三分二一樣 如果你在這裡開始掃的話 那就麻煩了 你就會看到狀態 就是它會流眼淚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因為你長期放在底部 就一定要抹走它 我現在先先抹走它 因為這種Den-gray位 如果它乾了 但你不抹它的話 它會黏黏黏 而且會有印 當你油完的時候 其實已經過了差不多 三至五分鐘左右 其實就可以用這些布 或者用你的舊衣服去抹 我先用這一塊布去抹 因為它滲透性很高 它已經滲透了大約一大半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斷面情況出現 即是會有點亮亮 現在呢 就去抹一些我剛剛上過的部分 這樣就簡單了 總之可以看到它有些亮面 微抹或有些流眼淚的情況 抹走它便可以了 我現在抹完 大概可以用手去印一下 如果它沒有油 或者你摸上去 它的油是不會有些走油 或者是掉色的情況出現 就可以反轉了 即是慢慢來的 盡量觸碰一些邊邊的位置 去反轉它 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這些尖尖 或者你有吃薄餅的 那些 吃薄餅的煎 都可以 存一存起來 去做這件事 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最好上護木油之前 所有護木油一樣 所有種類一樣 都一定要用一塊乾淨的布 去抹走它的粉塵 因為現在我一吹 其實它也有少許 或者你有些塵槍 吸塵機 或者是一些纖維布 都可以吸走它們的木塵 這樣我便會由底去上去面 因為這個位置是連接著這個部分 上去的時候也是沾一點 因為這個部分都比較細 看到它的亮面便可以了 其實 然後我也會上去這裡 對 先讓它晾一下 它不漏便可以了 然後剛才再說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它的邊邊位 你可以再上多一次 因為它布露在外面的時間比較多 我們會上多一層 我現在想的就是 WACO的Danish Oil 但它也有分 NATURAL和DARK WALNUT 而這一隻就是DARK WALNUT的版本 它一上色 你會看到原本白痴痴的木 我一想它就會變成一隻 它仿佛糊桃木的顏色 都比較適合於 如果你想便宜 但是想假裝糊桃木機 用家的 有很多朋友問我 關於Danish Oil 是否每一隻木都可以用 我可以回答你 但是以我經驗來說 我試過上一隻 是非常之惡劣的 就是上柚木 因為柚木也是屬於一些油性的木 我們現在上的是蟲木 派活 上下去它比較乾身 它就不會必油出來 但是上柚木 或者是乾了之後 黏黏黏黏 然後搞不定 要再磨過 然後再上過 但是如果你用鐵 即是柚木的話 其實你上柚之前 就像剛才我們上柚之前 我們會 會抹走一些粉塵 抹乾淨它 才去上柚 而柚木這件事 我試過用一個方法 都挺有用的 就是用天拿水抹一抹面 用天拿水抹一抹面 抹走表層的油份之後 再上木納柚 或者是其他抹毛油的產品 就會效果和工序 會不會太麻煩 其實我塗到這裡 你可以看到 我都用了 不是太多的Danish Oil 知道下一次我上第二層 應該要下多少 然後再等幾分鐘 上完之後 等它滲一滲 我們又可以再抹 但是你這個 都要記回 你之前抹過的部分 上柚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上柚前後分別 我今次用Danish Oil的黑胡桃木色 而從木本身偏白 上座都不會變得很深色 所以選擇木材 都是上柚之前 要想清楚的步驟 總結一下 當你上柚之前 記得把木器的表面 或者表面上的灰塵 都要掃走它 其二 當你用這個油的時候 或者用任何油 其實你都應該要均勻地攪拌 如果用這罐油 我就會這樣動 對 還有剛才我是用一個 完全沒有上 finishing 的木器上面 記得這種油 不可以上在已經有finishing 的上面 因為其實如果它本身已經有 你應該要徹底把它打磨 才可以上這個油 還有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關乎於天氣 或者木的濕度 如果天氣太濕 上任何木油 它的乾度 或者乾的速度 都會比較慢 而且如果木面太濕的話 其實裡面已經有水氣 應該要乾了才可以上 而最後一件事 我建議 木器的保養 至少每年做一次 至少 就好像 打個譬如 譬如你的皮膚爆炸 你要不斷塗霜 但你不是塗完霜 以後不用塗霜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 想知道更多關於油漆種類 或者它的小技巧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這條影片 都是自在拋磚引玉 如果有朋友 看到有甚麼錯漏的話 歡迎指正一下 我都會希望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心得 下次見 Ciao 大丈夫大丈夫